中國雖然現在 外表上是說經濟要起飛 但是事實上他有一個管理面 大家要注意到 他不是一個完全自由化的國家 所以他的匯率 才可以由他來控制 兩天之內巨扁 在一個匯率自由化的國家 你的匯率是由這個市場上 自由來決定的 沒有辦法用這樣規定的方式來處理 這是美國跟日本為什麼大罵的原因 因為如果是你的匯率是自由化的 你是用市場的交易 然後你的人民幣逐漸走貶的話 很多事情是可以處理 可以預測 調動匯率等於是偷你的錢 是啦 簡單講就是你的錢 美國人的錢或全世界的人 跑到中國去投資 突然之間不是自由化的結果 是突然政府跟你宣布兩天 你的所有的錢 我跟你ㄎㄧㄤ了三點五趴起來 對 所以你把一百塊剩下九十六點五 這是一個沒有自由化的國家 第二個就是他不是只有匯率 沒有自由化 剛剛剛剛傑銘在講的 他是其實在講自貿區 這個自由經濟示範區的這個條例 在我們臺灣的立法院是不會過的 什麼原因 因為臺灣本來自由貿易嘛 我們本身就自由貿易了 還要什麼示範區 問題是中國不是自由貿易 所以他才要設一個自貿區 自由貿易這個區域 上海有 這是解明說 請他去看一看 最大的問題在哪裡 最大的問題是在於中國的這個膨脹 經濟過度膨脹 數字造假之後 他的出口變成他的貿易而下降 中國這個政府又要維持他GDP七趴 所以他就要去扁這個貨 扁這個貨幣 讓中國製造的產品跟其他國家 比起來相對價錢便宜 他才能夠競爭 所以當這樣的狀況出現的時候 你看全世界 因為大家知道美元 這 最近因為美國的這個經濟成長率也好 他的失業率也好 都往好的方向走 甚至他有可能要調高這個美國的利率 所以美元走強 你如果有錢換成美金 在當下這個狀況之下 去美國可能有賺頭 所以會有很多的錢 要跑到美國去 那在這樣的狀況下 其他的國家相對的 他的貨幣就會貶值 可是在這個貶值的過程中 有的是自由貿易貶的 但是中國不是 他是人為操控貶 那他這個操控的目的 第一個當然就是 如果你是慢慢外流的話 很可能來投資的錢會大量跑出去 對 所以我一次要把你貶到夠位 可是這一次三千五%貶了 這樣到不到位呢 我個人認為還沒有到位 預估再貶到十個百分 後面可能還會再去貶 為什麼 你看今天的上海股市 今天的中國股市又跌了六個百分點 天啊 所有買股票的一天之內縮水了一百塊 剩下九十四塊 光一天 那上一次 上一次的股災的時候 中國是用什麼方式 他也不是用自由貿易的方式 他是用公安的方式去不准賣股票 抓空 不准放空 對 然後可以停牌 一半的股票都停牌 但是要自由的經濟市場裡面 尤其證券市場 它的變現性是最重要的 對 你今天需要用錢 我把股票賣掉可以換錢 這在華爾街會暴動 是 但居然可以用這個政府力量說 這個停牌 這個我是覺得 也就是我要講一個觀念 這個我一直在跟金管會 我在財政委員會一直講的 中國因為他的遊戲規則 不是照自由世界的這個經濟貿易規則 他有很多的政治力的操控在裡面 所以你要非常注重他的風險 那因為前兩年 我的質詢 對於臺灣的銀行去中國 開分行的結果 現在有比較多的管制跟檢查 我們認為這還不夠 下個會期 我們希望能夠看到對於保險公司 到中國的投資 到底造成了多少的損害 要怎麼樣控管 也應該要一併的要詳細調查 最後中國跟臺灣之間的金融 應該要建立防火牆的概念 使得中國的發生大火災 不要延燒到臺灣來 我認為中國目前的經濟問題蠻嚴重 從總統跡象看起來 他都有很多的嚴重的課題 等在前面 要他解決 所以我現在說很簡單的 中國自己的自顧不是阿嬤 在那裡大聲 還耀武揚威一天到晚 跟周邊的國家在那邊惹事 我看惹到後來搞不好 自己的問題都解決不了 所以我當然不是說唱摔中國 因為如果中國摔了 我們臺灣也會很倒楣 但是我們是要提醒要有這樣的風險概念 我再補充一句話就好了 其實我覺得這些事情彭懷是絕對要負責任的 因為事實上在2014年3月7號的時候 當時你說說過這麼一句話說 中國的基本面健全 我原文照抄你當時說的內容 而且當時你要求服貿通過的時候 就可以讓貨幣更多的回流 所以你根本就沒有打算跟中國簽所謂的swap 你騙臺灣老百姓 因為沒有可能你的人行跟央行不做貨幣利率交換的時候 我們貨幣就可以自動流通 這些事情你沒有先做好 就准許臺灣開放人民幣 到底背後的因素是什麼 你到底是誰告訴你這件事情的 你要不要講清楚 那麼當時我們在這節目上面 也是就是委員後來對這個 就是對我們的經管會跟銀行做一個就是詢問 當時我們就說我們國營對陸的曝險 比例高了百分之五十八 也就是說假設發生重大危機的時候 我們臺灣的自有資金會損失掉百分之五十個百分點 就是這個狀況是跟當時 比當時一九九七一九八 臺灣金融海銷更大的風險 那麼這個時候講完之後 他只是跟今晚會說你們要留意一下 所以回來一件事情 如果今天發生這麼嚴肅的話題的時候 而彭環南是支持服貿 支持服貿是掩飾 他沒有辦法跟對岸簽約的話 彭環南要把這事情講清楚 今天隨便就損失三千四百七十八億 難道他不要講講清楚這些過程 他還說中國基本面出來 因為我們當時談這個事情的時候 因為中國有大型的太陽能公司出了問題 所以我們希望就是政府對於中國大陸投資 一定要有些保守 他自己說這是維細節事件 而且還開放投信 國內投信大量的買進中國的債務 還說一句話中國只有企業債有問題 國債沒有問題 如果今天企業債會出問題 國債當然也出問題了 所以以這個角度來看我們要回來一件事情 這麼大的事情 其實彭環南應該要出來跟我們講 到底臺灣的人民幣政策是什麼 你不能讓老百姓虧錢的時候 你躲在你的央行 好我們讓開希跟這個敏鳳 幫我們來分析一下 不過我們先帶你來看看 除了剛剛我們所看到的這個 有關於人民幣的這個變化的問題 其實也是不是暴露了 臺灣在整個經濟發展上面過度輕忠 而我們再看到聯合晚報上面 最新的這樣的一個標題 台北上海雙城論壇登場 講的是柯文哲 還有他們的上海市長 青莊一片白山峰 草地上搭建臨時的禮堂 開幕式會場湧近四百人 在一片穿著白色衣服的和諧狀況之下 他們的熱評裡面還這麼寫著 柯文哲試著走一條新的路 不管你是怎麼樣講統 我心中怎麼樣喊毒 但是我們有一個共同可以對話的核心點 他們認為是和平 但是在這個和平之下 難道真的是平靜無波的嗎 我們接下來就要帶你們來看看 還有關於在中國方面怎麼樣想要來進入台灣的媒體 以及台灣的地標的這個部分 我們先來看傳黑石想買101的股權 那麼頂心目前是說毫無所惜 但是在這裡要特別帶所有的台灣的觀眾朋友來了解的是 黑石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集團 我們往下來看看 好 在這裡看到的是專家說要流行中投 好 新唐人在這邊有一個報導 我們看下一頁講的是 中共主權基金中國投資公司 中投2007年入股黑石將近有10%的股權 今年黑石大許投資多國房地產 或都有中投跟中資在背後的介入色彩 好 換句話講 如果這個黑石取得頂心的股權的話 目前是沒辦法取得經營權 但是即便以純投資報酬的觀點而論 專家還是非常的擔心 擔心什麼呢 如果用投資價值是還不錯 但是如果沒有讓黑石非常動心的程度 他覺得可能是值得懷疑 不排除黑石是要幹嘛呢 先把這101股權買下之後 中投是他10%的大股東 未來就再轉一手就交給了中投了 好 我們再來看看下面是怎麼樣在談的 有關於這個黑石集團的簡介 其實黑石Blackstone Group 他叫做百事通集團 他是在美國紐約全世界最大的 獨立的另類資產管理機構之一 也是一家金融諮詢服務機構 也是美國規模最大的上市投資管理公司 但無論如何 目前中投已經有差10%的股權了 我們接下來也透過這個圖卡 再帶您好像上課一樣複寫一下 曾經在震驚現實皮不斷為您披露過 中資近三年來列購歐美的知名地標 我們就放在鏡頭上大家一起來看看 不過面對這樣一個現象 開心你怎麼看 我想這位專家的想法有點過於擔心了 就是說其實有一個黑石我覺得是最不必擔心的 國際金融運作是最不必擔心的 為什麼呢國際金融運作的遊戲規則清楚極了 將本求理 而且這個遊戲規則呢 它不是一個說共產黨想要操控就可以操控的 10%的這個中投占10%影響的這個黑石呢 黑石仍然是對於對於黑石來講 這只是一筆基金中的基金而已 並不必太過擔心了 那麼畢竟101還是一個有有有值得投資的一個標的物 至於說共產黨有沒有一個心思說 我想我把台灣的地標買下來當作是一個 我的一種政治精神勝利的這樣 我們不必在乎啊 我們台灣是開放自由的貿易 你你你101你覺得你中國這個持股 所以你可以沾山自己 那也是在我們台灣在賺錢的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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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體 所以共產黨的這樣的一種心態 我們不必跟著它走 剛剛這個這個傑兵講說 彭淮南太相信中國的基本面 然後呢台灣的整個現在泛藍的一種焦慮 和國民黨的一種焦慮呢 就沉浸在因為他們覺得中國的基本面 真的可以相信呢 為什麼你們然後他們就像洪秀柱會指責媒體 指責選民非理性 整個一種委屈得不得了的心態 台灣是不是會有民粹的情況 可能會了 那選民但是八年下來的選民對於國民黨的這麼強烈的反彈 國民黨不能夠自己反省的話 我來幫他反省一下 就是你們最主要的對中國基本面 對中國的信任度太高 這個信任度來自三個層次 一個是台商 我們我們應該支持台商 愛護台商 我們台灣不能變成台商 更不能被台商牽著鼻子走 更不能夠在人在屋檐下的那些台商 他們覺得在中國沒問題了 台商賺錢賺的是短利 他們不會想要的是 他們不會在乎說長期我們的國家後邊 支持我們的政策的這種過程之中 國家能夠得到什麼樣的利潤 從來不是台商思考的一個角度 可是國民黨是被台商牽著鼻子走 同時國民黨還被什麼人牽著鼻子走呢 國民黨被一群立委利益的利啊 這些人呢就是到了大陸 能夠得到很多的好處 包括可能我們一般人喝不到的正宗的茅台酒 聽說他們喝到也有是假的了 但是就是茅台酒那麼好喝嗎 就這些人也不是特權很過癮 台灣的一些這個國民黨的政策 對中國大陸的信任就被沉浸在一種台商和這種 得到了好處特殊利益的立委的遊說之中 然後遊說的是誰呢 遊說的是一群書呆子 這個國民黨呢書呆子加台商加立委 所做出來的過去七年的對中國大陸挺忠的這樣的政策呢 把台灣暴露在一個非常危險的一種狀態之中 反而我們該守的該爭的不爭 然後呢反而呢就是對得到了一點所謂共產黨的讓利高興的不得了 你說的書呆子指的是那些從政的那些 就是在行政部門的國民黨的這些這些 在這點上可能也包括我們的財經官員 甚至我們大家都很尊敬的彭總裁啊 但他可能對共產黨的這個基本面的信任度太高 忽略了政治上面的思考啊 而中國的政治上的這種思考 就像剛剛傑明幫我們分析的好幾千億就這樣騰空消失 肯定不是一個像彭總裁這樣優秀的 對不起就是這個詞 書呆子所能看得到的一個這樣的一個現象 那麼可是比方說在兩岸打交道的過程之中 國民黨對於ECFA高興的不得了 說共產黨給我們讓利了 我們應該你看我把這個讓利書給了台灣 台灣人民為什麼這麼不理解 不是好歹呢 可是你看國民黨在過去跟中國打交道的時候 東協這個七加一八加一你不去爭 台灣為什麼不能進去 對 該爭的你不敢爭 完全就已經覺得共產黨就是那樣嘛 然後旁邊一群立委在那邊說這樣已經很好了 然後在這種情況之下該爭的不爭 然後到最後呢用去做了一件措施 而這件措施我覺得是國民兩黨都都會犯的一個錯 包括在陳水扁時代國民黨時代都會犯錯 就是試圖用防守的態度管制金融管制 不要讓中資進來啊等等 用這樣的方法呢來維持自己的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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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權的 就像101有中資真的沒關係了 101有中資我們是個台灣開放的一個自由經濟的一個實體 我們有什麼好害怕他是中資的呢 那反而我們應該擔心像是蔡衍明這樣的人 進入到台灣的媒體影響著整個台灣的這個輿論的時候 這個可以用國安法應該去保守 而不應該用金融法去保守 你去保衛台灣的這樣的一個主權和獨立 我們該守的不守 我們該放的卻不該放的就放進來 國民黨你過去這麼多年 這七年失去民心 不能夠怪老百姓的民粹 你不能怪說一些媒體好像非理性 你們自己被一副書呆子被立委和臺商所綁架 所造成的這樣的一個結果 所以我們在這裡看到開希剛提到特別的是 我們NCC在九月份就要開會 談的是什麼 談的就是遠傳的這個中家案 是高智鵬跟這個黃國昌老師 特別還開了記者會表示 遠傳跟摩根斯坦利亞洲私募基金策略聯盟 以持有子公司債券的方式間接也要入主中家來迴避黨政 軍條款我們再往下看一頁 其實現在PTT上面也在爆掛 所有的鄉民們在關心什麼呢 黨政軍條款的主要精神是為了避免政府黨政影響媒體自由 不得持股 但是遠傳的財報公股2.9% 那麼在他的遠傳策略不持股以債作股來入主中家的狀況之下 他的夥伴是誰呢 利用摩根斯坦利來購買中家中資又佔有10% 所以在這個草地上看到哇大家四百多人幾進 這樣的一個雙城論壇的一個會場當中 一片白山說不管我們心中想的什麼 只要是表面上看起來是有一個和平的共識 就可以坐下來談 難道在這個自由的表象下我們的媒體自由是可以被賣掉的嗎 我想當然不行 就是說我們對於大陸的部分 對於中共的部分一定要有攻有守 像有守這個有放 那像這個媒體的東西絕對是不能夠放 因為這個整個會主導整個輿論 或是整個這種所謂的思潮 我覺得這個是不應該要守的 但是在經濟上面我是覺得是這樣子 當然中國最近可能是因為IMF沒有辦法進去 等等的因素 他的這一次的有人說是整個連帶是一個貨幣 跟中跟美國之間的貨幣戰爭 那連帶是一個美國 我如果用一個比較大的來解釋這一次 包括他整個停止竟然可能會同意停止 在南海繼續填到這些事情 我想這次的中美交戰中國是失敗了 就是說包括他的經濟還有這整個在南海部分的這個爭鋒等等 他都失敗了 但是問題是就是說我們有個變數是2016年之後 如果美國大選換了換了政黨執政 是不是歐巴馬還會說如果不是這個希拉蕊 是共和黨的人得勝 是不是還會繼續進行所謂歐巴馬的亞洲 在平衡的政策 對於中共對於對於中國大陸 是採取比較一個嚴守的態度 這個是我們要要觀察未來的國際局勢 那這樣的一個趨勢 我們對於中國或是任何地方 不管是哪一檔 我都覺得應該要站在一個平衡的點上 就是說中國的確他現在是不好的 那未來好不好 因為他畢竟是那麼大的市場 不是就是說也是未來臺灣 可能必須很密切接觸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說你還是該 就是說做一個比較持平的 比較長遠的 該接觸還是要接觸 所以我覺得像柯文哲這一次 去這個雙城論壇 那我覺得基本上我們支持兩岸 繼續的交流 但是柯文哲整個在過程裡頭 對於這個中共的部分過於讓步 或是說這個整個沒有一個 談判的籌碼跟底線跟技巧運作 是大家對於柯文哲比較失望的部分 那未來雙城論壇 這個東西看起來是不是 是對柯文哲是有利的還是不利的 未來一定是取決於他在台北市的施政 是好的還是壞的 因為如果他在台北施政是差的話 我覺得那個過程已經被放大 那如果的話施政是好的話 還有雙城論壇的結果會被放大了 那我意思是說你在過程裡頭 其實你已經提出了一五共識 一五共識連國台辦都曾經開基爾會肯定你了 你有必要再讓這個尊重的九二 尊重九二共識嗎 其實這次雙城論壇能夠舉行 還是在九二共識的點上 沒有什麼柯P什麼一五觀點 要跟就沒有 就是說中共讓你去 還是你最後補了那一句叫做尊重九二共識嗎 所以整個點還是在九二共識上面 那可是我們在看到柯P這樣的人 在這個選舉過程中是打得很漂亮沒有錯 可是你發現他入主台北市之後 他對很多事情既缺乏經驗 又缺乏專業的顧問或是判斷 尤其是在這件事情上 我覺得你即使最終非常非常想去 你整個身段還有這個演戲 我們就說演戲好了 你至少演到雙方都很平均 就是說就是說大家是很平衡 我不是這樣一讓再讓 你說一五共識不行 然後我就開始尊重九二共識 然後怎麼樣怎麼樣 我覺得這東西會讓大家會看破 這個所謂柯P的手腳 就是說你到底底線是什麼 你是不是為了一切事情 當然台聯 蘇敬強 其實蘇敬強已經跟台聯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關係 他理念跟李登輝好像也不是很一致了 那我覺得說 當然你可以用務實的態度去看柯P 為了達到這個雙城論壇舉行 然後他無限地讓步 但是你這個過程裡頭 我覺得大家會非常的詬病 你就沒有守住一個市長 或是一個台灣的一個自尊 或是尊嚴的問題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 是不是可以輕易讓中共來對付民意呢 我覺得沒有那麼簡單 就是說如果你柯P 當然如果你的聲勢還是很高的時候 我覺得那可能對民意講很大的壓力 但是你整個在加上國際局勢的研判 蔡英文去一趟美國之後 我覺得兩岸問題已經解決了啦 即使說這個習近平九月再去美國講什麼 我覺得那個 蔡英文已經講到這樣的東西 我覺得中共現在只是說 還在故意想要拿更多東西 你看看你可以學柯P一樣也尊重一下九二共識 其實你可以注意對台的系統 並沒有嚴格批評蔡英文的兩岸的調子 所以他其實他已經可以完全在這種程度下 是接受了這樣的論述 在民意的執政上面 就是說這段時間呢 我可以賺多少就算多少嘛 那柯P剛好是一個棋子 所以我覺得柯P這件事情 他自己要付一個最後的結果 那他最好回來把台北市政都搞得非常好 所以這個滿意度70%以上 我覺得雙城論壇就是幫他加分 否則雙城論壇就是他最大一個攻破的點 還做事著鼎心握有中江的優先購買權而不放 這政府在幹嘛 所以我真的嚴重懷疑 馬總統你自己要說清楚 到底跟鼎心關係是不是真的有不可告人 這個事情我覺得最核心的問題 但是未必的問題 就會發焦阿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